第130集不完之际 也意味着这一季也完结了 但红与纳比尼却还未奋出胜负 相信很多吞噬星空的粉丝都很担心 在剧情进行的如此紧张之际 腾讯视频会选择停更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根据官方微博发出的消息 以及腾讯视频为总集数做出的更新 吞噬星空不会暂时停更 而是连载 而在《西遗记》里 我们还可以看到罗锋的磨砂族分身 不过话说回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腾讯视频与官方微博 发布有关巅峰天才之战的预告片里 在纳比尼出现的好几个战斗镜头里 竟出现两个我们熟悉的身影 分别是红与罗锋 很显然制作团队对故事进行了改编 你是否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为何我会强调 毕竟他们都参与了比赛 彼此间遇到不是很正常吗 或许动画对赛制解说的不够清楚 才会让您误会 所有参赛者都有相遇的可能 请允许我通过这支影片为您解说 巅峰天才战是在虚拟宇宙举行的 第一轮的预选淘汰赛和擂台赛 都会在各自的宇宙国进行筛选 动画里所提到的八千多亿名参赛者 仅仅是来自1008个宇宙国里中的一个宇宙国 也就是潜污宇宙国 而这八千多亿名参赛者将分别被分配到 100个不同的虚拟世界里 平均每个世界有80多亿人 这100个虚拟世界是虚拟宇宙公司 为了这次比赛而构建出来的虚拟空间 您可以把这些空间当成100个不同的星球 而每个星球都被强大的结界包裹着 也就是里面的人出不来 外面的人也进不去的概念 这表示参赛者一旦被传送到某个世界 他们只能在各自的世界里进行比拼 相互试杀 在80多亿人中争取成为积分最高的前1001名选手 时间限制是30天 即便有选手强大到能在比赛结束前 把同一个世界里其余参赛者都全部击杀 他也无法前往另一个世界继续施杀 为何我如此笃定 选手无法凭着自身的能力 从一个虚拟世界前往另一个虚拟世界 不知您是否记得 之前我曾与大家分享过 虚拟宇宙其实是一名拥有真神境界的人类 所创造出来的秘法 这表示 如果选手要大波规则 他的灵魂意境以及本源法则的感悟 必须已经高到 可以扭曲或者改变虚拟宇宙的一切 也就是 至少要有着虚空真神的境界 这怎么可能呢 从屏幕上 我们可以看到 罗锋与虹分别被传送到第一世界和第72世界 这也是罗锋与虹无法在比赛中相遇的原因 而在第130集里 我们可以看到 虹与纳比尼不仅碰面还打得起来 显然 纳比尼被传送到与虹同一个世界 也就是第72世界 这也意味着 他是不可能出现在第一世界的 然而从预告片里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纳比尼与罗锋确实有一战 是我眼睛有问题 看错了吗 无论我怎么看 看几遍 我都认为他们俩是同一个角色 尤其是当我发现他们都以冰雪 也就是谁属性为攻击 这让我更确信 罗锋也即将正面与纳比尼交锋 如若纳比尼和红与罗锋都有一场对战 这是否意味着红很大 可能会败在纳比尼手上 提早被淘汰掉 其原因显而易见 因为 如果纳比尼不可能出现在第一虚拟世界 那么唯一可以解释 为何纳比尼与罗锋有一战的理由就是 他们会在擂台赛相遇 当然 战败并不代表无法通过预选淘汰赛 毕竟 只要分数够高 即便在比赛中被击杀 还是能入选擂台赛 比如 目前位居296名的魔锤 即便在比赛中被罗锋击杀 以他的积分 即便被减去一半 他的名次还是可能在500名以内 那么 为何我认为 战败的可能是红而不是纳比尼呢 请允许我为您做出分析 从预告中可以看到 罗锋在对战纳比尼时 竟然使用了眼神兵 回想罗锋在面对拥有领域8重的魔锤时 即便只有领域5重的他 在没有使用眼神兵的情况下 也能战胜魔锤 这表明纳比尼很可能对本元法则的感悟 已经跨入了门槛 这说明纳比尼比魔锤更强 以红目前的实力 根本不是魔锤的对手 更别提纳比尼了 还有一点让我怀疑 红无法通过预选淘汰赛的原因是 比赛转播 你或许不知道 在小说里 预选淘汰赛是没有比赛转播的 而红在光线领域的运用 凸显他出色的表现 是在擂台混战中被发现的 但在三福山创始人 洛出现的那一刻 我便推测 制作团队提前设置转播的原因 是为红提早 被淘汰所做出的铺垫 毕竟 罗锋 红与雷神 是三福山成员 将天尘为洛 推荐与洛同样使用光线元素的红 是无可厚非的 这样一来 即便红提早被淘汰掉 它的表现已经能被洛看到 红依旧能得到洛的赏识 并成为洛的学生 如此 既能为罗锋增加对手 还能确保 之后地球归属权 在现争夺战时 红还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 从第130集可以看到 红与纳比尼的打斗相当激烈 并未显示 纳比尼有压倒性的战力 因此 无法断定 纳比尼是否也是一名 对本元法则的感悟 已经跨入门槛的高手 至于在预告片里 罗锋以眼神兵 抵挡纳比尼的攻击 很可能是在擂台混战中 在同时面对几十名 通过预选淘汰赛的选手 罗锋使用眼神兵 也是合理的 因为能通过预选淘汰赛的选手 或是有手段 或是实力强劲 罗锋没有必要冒险隐藏实力 因此 在纳比尼不是本元法则高手的前提下 红还是有机会通过预选淘汰赛的 比如比赛结束时 双方仍未奋出胜负 至于红最终能否获胜 就要看制作团队 是否有慈悲心了 您或许不知道 在小说里 红是以982名 通过预选淘汰赛的 如若制作团队要保留这个名字 以目前红的排名来看 他至少还得击杀一名 积分相近的参赛者 只是这个人是纳比尼的概率非常低 因为要确保纳比尼被击杀后 其积分在减半后 还足以让他通过预选淘汰赛 那么纳比尼目前的积分一定很高 而他目前的名次很可能在前600名 如果是这样 您认为红战胜纳比尼的几率高吗 坦白说 我还是希望我在上一个视频的推测是正确的 毕竟红在西一季里基本上没什么镜头 再把他强行提早淘汰掉 是不是有点过分 真希望这两人只是看起来十分相似 却是两个不同的角色 不管怎样 我还是希望红能赢 不知道你希望红还是纳比尼赢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除了红与纳比尼的对战 第131级 还有一场亮点赛程 那就是风轮与罗锋的对决 对于同样对本元法则的感悟 已跨入门槛的风轮 罗锋仅凭顿天梭所施展的剑鱼阵 即便有领域与本元法则的加持 也终究无法对风轮造成任何伤害 毕竟顿天梭只是一件三阶练力兵器 他无法完全与罗锋施展的本元法则完美融合 也就无法发挥罗锋真正的实力 因此还一度让罗锋处于下风 所幸罗锋拥有眼神兵 那可是一件比一般武阶念力兵器还强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 眼神兵能完美地与本元法则融合 把攻击力达到最大化 在眼神兵的帮助下 罗锋轻易地便战胜了风轮 不知道您是否好奇 在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时 罗锋是否会再次使用赤混同母残片呢 就像在第130级里那样 罗锋利用赤混同母残片 切割掉魔锤的一条手臂 您或许不知道 这一桥段并没有出现在小说里 其实赤混同母残片 本不该出现在比赛中 要知道赤混同母乃是F9级金属 它已经超过比赛 为选手们提供的金属等级限定 因此虚拟宇宙公司 是不可能允许选手带入比赛的 此外赤混同母残片的杀伤力大 主要是因为在念力的引导下 其高速飞行带来的冲击力 以及F9级别的质量 才足以造成致命伤害 更重要的是 它只适合用来偷袭 而非用作正面攻击 别忘了 赤混同母残片不是念力兵器 因此 在所有选手都有着恒星级九阶精神念力的情况下 是无法百分百确保 在攻击的过程中 不会出现偏差或者失去掌控的情况 而眼神兵则不同 因为高级念力兵器 如眼神兵 需要精神念师 种下自己的精神印记 因此 在对战时 不会出现失去掌控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 眼神兵能完美融入本源法则 这意味着 尽管赤混同母残片 具备强大的杀伤力 但与眼神兵相比 其实际效果并不见得更强 至于为何赤混同母残片 会出现在比赛中 在较早前的片段里 我一度怀疑 是不是制作团队盲中有错 在模拟或者制作过程中 忘记比赛是在虚拟宇宙 而非现实生活 这才不小心汇入了赤混同母残片 毕竟盲中有错 也是情有可原 比如罗海 掉一掉 衣服也跟着换了 变成罗平 换个画面 又变回来了 你是否也发现了呢 不过直到在第一百三世纪里 明显看到赤混同母残片时 我便认为 制作团队是故意加入的 其目的不知是否 为了增加论点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见